點報放一下好不好 市長這個市場改建如果不處理這個北農的疫情 這個改建難推動啦 所以我還是要質詢啦 這個北農疫情蔓延 那4月30號剛剛第一果菜市場 確診人數就高達到180人 那為避免重蹈去年疫情大爆發 5月2號我在警衛部門的時候 就提醒 因為陳之仲主委 這5月2號一聲令下 說5月3號凌晨季去北農拍賣的 所有的從業人員都必須快三陰性才可以入內 但是他們常一聲令下無相關配套就累死地方 那我有說必要的時候市政府就要提供相關的協助 所以等到5月3號凌晨 中央是一季都沒有下來 那還是我因為有質詢 衛生局就緊急播了4000劑 這個我肯定衛生局啦 可是因為命令太倉促了 結果人手不足無法現場快篩 所以就變成發給他們 然後隔天再持這個陰性證明進場 那現在有幾個問題 這個政策到底是一天一篩 採陰才能進來 還是一天一篩可以抵多日 因為去年北農PCR就花了好幾天 然後一篩可以抵三日 如今可能因為病毒蔓延的太快速 所以如果你一天一篩 沒有這樣做的話 難保隔天會不會中獎 可是如果你天天去回去篩 這個隔天凌晨再拿過來 它也有一些準確度的問題 會有黑素產生嘛對不對 是不是 不過如果你現場天天篩 那北農又沒有這樣的一個足夠的人力去做 所以其實這些業者也很困擾啊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都要去跟中央釐清一下 我們你要給我們足夠的一個子彈 除了足夠的快三世紀 人力資源 包括你的作業方式 你都要跟我們講清楚 否則出了狀況又甩鍋給地方 還有我認為中央跟台北市學者 還有北農都應該來檢討 怎麼樣的一個方式是有效的 但是卻不會造成業者大困擾 是不是 市長 對 報議我們昨天有去 他們流程整個都是每一天篩 而且每一天小的 那所以剛剛就發生這個問題啊 你人力不足的情況 他帶我們去篩 請中央也提供人力來 他們會支援 他必須提供人力 讓我們起碼現場篩 才不會大篩車啊 不然就會影響到拍賣的時間嘛 對不對 另外呢這個快篩政策是持續多久 如果只有一週 因為陳時中自己講了 他說五月下旬是高峰期 那換句話 如果穩定大概也要六月中了 所以距離他所謂的穩定 大概還要兩個禮拜 不是穩定 到高峰期還有兩個禮拜 那每一週是要兩萬八千劑 對不對 那這些子彈 他要能夠足夠提供給我們 要撥下來啊 不能像這次啊 尤其我覺得不能每次都是我們衛生局 趕快去調撥 這整個是帶台北生活共同圈的問題 他們也要負責任嘛 是不是這樣子 是我們會跟他們一樣 還有我要講齁 從四月三十號到五月三號 北市的五大批發市場 確診可以發現齁 第二果菜跟嘉芹 他確診的人數是倍增的 這顯示五大市場 他的人是互相在流動的 所以如果中央要圍堵病毒 其實這五個批發市場 也都應該提供足夠的快篩市集 你說對不對 有 我們已經發文了 對 我覺得你就要發文 因為其實在上禮拜 我也請蔣發安說 這個幾個批發市場都要給 但是如果沒發文 他又說我們 沒有發文就不給了 我們早就發文了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 那最後我請問 這個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答案說 要進行多久 第一個我們跟他要 第二個我們也自己買 所以傳發局已經在採購了 我們自己先買到 我們自己先處理 等於是我們先買 然後他再補回來還給我們 是不是 不管他有沒有我們都會買 好 但是我也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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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